一鸣二运三风水 风水好坏和你大有关系 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小将之秘密讲堂 今天小将之主要给大家讲讲 人看四象富贵莫忘 在古代看象之术十分盛行 从一个人的相貌举止 就能预测出此人的运程十分的神奇 正所谓象游新生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 这个象不仅仅是指向往 还包括一个人的言行举止 站要有站象 坐要有坐象 吃还要有吃相往等 因此以前的人们归纳出了许多完善的识人方法 如接下来的这句 人看四象富贵莫忘 便是老祖宗识人的心得 也是研究项学的基础 帮助大家更好地去看人识人 具体什么意思呢 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一 人看四象富贵莫忘 所谓四象其实是指古象 肉象 面象 及气色象 它们本就存在于我们身体 而通过它们 有学识的人往往能够持平解敌印象 便分辨出对方究竟是忠意之人 还是艰险之辈 既高超者还似乎能看出 对对方的富贵虔诚 非常的神奇 一 古象 俗话说的好 每人在古不在皮 一个人的骨架结构决定了其身体形态 并直接影响着五官和皮肉的长相 因此 古象好的人天生丽质 往往都是富贵之相 古象就是指一个人的骨骼特征 古象相比于面相不是很好的辨认 古象利于皮肉之下 所以不是能一眼就能看得出来的 这里的古象 专指人们脸上的骨骼 它是一个人外貌的基础 先有骨骼 后有皮肉 骨骼形状决定皮肉走向 有的人骨骼明显很好分辨 有的人骨骼奇特 不好辨别 古书认为 人的骨骼应和皮肉相互依附 气和血相合 瘦人不露骨头 胖人不露肥肉 就是大吉之相 一生荣华 财运上加 一般看骨骼之时 往往会通过摸骨来进行判断人的性格 其命运 通过摸骨 古人将骨架分为 骑骨 尸骨等十几种 一般来说 骑骨贵不可言 一生顺利 尸骨则适合自主创业 残缘广进 而其他骨则有好有坏 此外 骨骼有男女之分 算命师还会从对方骨架的其他方面进行研究 但是不管男女 只要骨骼凹陷 铺漏的都是骨骼像 人生会大起大落 还有就是 如果有的人的骨像 为远且隆起 则表示这个人有杰出的能力 一个人的骨形 尖如孤峰的话 则表示这个人的命运会有波折 二 肉像 对于肉像 古人也有自己的看法 古时候 人们还会通过皮肤的颜色 来判定人的贫富 因为富人不用干活 自然不常在烈日下暴晒 皮肤就会比较白皙 反之穷人要经常夏天浓忙 皮肤就会粗糙又黑一些 但这一点放在现代 可能就不会有那么明显的辨别作用了 俗话说骨肉相连 骨和肉确实是相连的 肉依附于骨之上 所以古人认为 骨壮是就旺 骨弱是就失 山川为骨 土壤是肉 谁也离不开谁 即便骨头再硬了 没有是肉供养 那也是不成的 面相以还原后食人认为好 不管骨形怎么样 肉都得均匀 这样的人一生福气不断 财云旺盛 能够大富大贵 面相不惜薄消 坚索 如果有人骨头挺的地方肉厚 骨头屑的地方却是皮包骨 就说明这个人是一个蛮控之人 容易惹出事端 今生则福气不足 财云减弱 三 面相 面相指的是人的五官 也就是眼 眉 耳 鼻 口 每个人都有五官 它显示了五脏六腑的健康长度 同时 观其五官还能看出其性格 预示其未来 大部分人在了解一个人之前 都是先观察他的五官 以前由于人非常相信相由新生 所以就有天庭老满 地格方圆 耳大及肩 面带死想 尖嘴喉腮 阴勾鼻子 等失人方法 这些都是能从五官所展现出来的重要信息 五官这个词最早出现在皇帝内心当中 指的是一个人的眉毛 眼睛 耳朵 嘴巴和鼻子 而且古人还认为 一个人的五官是和心肝 体 肺 肾 正五脏相连的 所以人们可以通过一个人的面色和五官来判断他的健康状况 如果一个人面色红润 五官云称那就是有福之人 此人为人随和也比较谦虚 很好相处 与他人相处融洽 人缘很好 能得贵人扶持 想一生富贵 四 气色 对于气色想必大家都有所了解 就是五官长线的颜色 皇帝内经有言 脸上气色无光 定是五脏受伤 所以说 气色很大程度上能反映一个人的健康程度 气疏则色畅 气畅则色润 气色昏暗必有获适 是想一个人如果面色红润 精神状态好 说明他身心健康 而那些整天愁眉苦脸的人 气色相对较差 神态也不显灵光 多半是生活不如意 晦气缠身所致 一个面色红润的人 肯定比一个面如死灰的人 更受人的欢迎 而且气色并不是先天决定的 而是后天心态和饮食决定的 皇帝内经当中提到 脸上气色无光 定是五脏受伤 所以一个人的气色啊 不光能作为印象之 还可以作为健康之参考 人的气色好坏不是天生的 都是后天养成的 你如果一直保持积极乐观的形态 那么你的气色就会很好 才能吸引到很多的朋友 反之你若是总是抱怨 那么气色就很不好 给人一种消极的感觉 俗话说 人看四象富贵难忘 下半句同样的精彩 就是马看四题变之良极 同样的耐人学位 马看四题变之良极是指 对于外行人 他们像马的时候 通常只注重马的外表 比如马是否高大 威猛 毛色是否油亮 肌肉是否发达等等 但懂得像马的人 在观察一匹马是两马 还是瑞马时 除了会观察外表之外 还会细看四题 这里说的题字 并不是四只马蹄 而是指马蹄的四个部分 分别是蹄圆 蹄壁 蹄罐和蹄底 如果这几个部分长得好 说明马跑得飞快 可以称得上是一匹千里马了 会像马之人看称伯乐 而会像之人则是更加有本事 这句俗语的后半句话 可以引申出对人的观察 其中四题对应在人的身体上 指的是人的反应速度 学识的广度 外貌的特征 以及内在的性格 反应速度说的是 一个人的才思是否敏捷 一般长大事人 总是情意思考 思维敏捷 通过很细微的事情 就能立刻想到未来的走向 而学识的广度 则是一个人安身立命的根本 拥有一技之长 或者熟读四十五经 可以让自己的生活变得更好 智慧也更加的丰富 外貌特征 指的是一个人的长相 不论是颜值高还是颜值低 都要气宇宣豪 不卑不亢 毕竟长相是天生的 虽说长相出众的人 会获得更多人的青睐 但是长相丑陋的人 往往有着真才实学 同样不容小觑 最后就是内甲的性格 俗话说性格决定命运 一个人拥有好的性格 与人为善处处签功 好运也会时常陪伴左右 古人看相从原则上来说 是为了图一个心安理得 现代人看相 也是为了能够买个舒心顺心 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 三分抗命 七分抗运 由于受家庭情况的影响 自身先天的不足 这些我们很难改变 但是可以通过后天 不断的修正完善 让自己变得越来越好 这才是这句话真正内涵所在 虽然如今看相 已经没那么常见了 但是老祖宗留下的 十人数没有过时 依然适用于现代社会 好了 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记得给小姜之 点点关注和小铃铛 小姜之会继续 给大家分享 更多有趣的命运内容 我们下期再见